其实要证明那定理非常简单 咱们无非就是把这个除法 就是求余这个性质给它再细化一下 变成一个真正的除法 AMODN等于R1 BMODN等于R2的话 那么什么结论 就是A除以N 比方说等于某一个值叫Q1 然后还余了R1 所以A就应该等于Q1乘以N加上R1 这个实际上就是余数的定义嘛 然后同样道理 B除以N余了R2 所以B应该等于Q2加上N加上Q2乘以N加上R2 所以第一条咱们说的是加法嘛 加法的话就是A加B应该等于谁 A加上B就应该等于这两个东西相加 对吧 这两个东西相加的话 根据就别根据了 它应该等于谁 Q1加上Q2的合乘以N 对吧 然后再加上两个余数之合 R1加上R2 那么所以这个东西除以N 怎么样 这个东西咱们明显的看到其中有N的倍数 对吧 那个N的倍数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抹掉了 那么剩下了一个R1加上R2嘛 那么R1加上R2再除以N的余数 不就应该等于原本A加B除以N的余数吗 就证完了 然后第二个A乘以B A乘以B的话 同样道理嘛 Q1加上R1 这个是A对吧 乘以Q2N加上R2 这个是B 那么这两东西乘起来 就是Q1N乘以Q2N 这个是一个N的倍数 磨掉 R1乘以Q2N N的倍数 磨掉 加上Q1N加上Q1N乘以R2 N的倍数 磨掉 剩下一个R1乘以R2 不知道是谁 留着R1乘以R2 对于N的余数 就应该等于原本乘起的余数 是吧 就证完了 简单吧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 其实也挺也挺弱智的 比方说K等于A0加上10乘以A1 加上100乘以A2 一直加到10的M四方乘以AM 这是一个什么 一个M位数 对吧 M位数 那么这个M位数 它的 呃 比方说 DM位上 就应该是AM 然后DM-1位上 就是AM-1 然后一直到 比方说10位上是A1 呃 对 10位上是A1 然后 这个个位上是A0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那么咱们想要求求 这个东西 除以 3的语数 咱们小学生就知道 这个东西 应该怎么干 对吧 怎么干 就是这 咱们这么说吧 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数是一个3的倍数 如果说 所有 呃 位置上的数字加起来 是3的倍数 那最终就是3的倍数 对吧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同余的概念 咱们K取 它对3的余数的话 等于什么 A0 加上10乘以A1 这个你有两种看法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比较习惯 以前的方法 就是 10乘以A1 可以看成 1乘以A1 9乘以A1是一个3的倍数 可以抹掉 对吧 在求1的时候可以抹掉 或者你就用咱们 呃 刚刚说的方法 10乘以A1 对吧 他们 除以3的余数 应该等于 10 除以3的余数 再乘以一个A1乘以3的余数 然后两个余数乘起来 再对于3的余数 但是A1是什么玩意儿 我不知道 所以A1我只能留着 然后10对于3的余数是1 所以剩下了一个1 1乘以A1还是1 对吧 所以反正就是这么一通加 咱们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发现 这个10的若干次方 10的一个正整数次方 对于3的余数都是1 所以整个这个余数加起来就是 呃 这么一个东西嘛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 当且仅当K的所有的数字 加起来的时候 是3的倍数 此时原本的K就是3的倍数 对吧 同样道理 大家呃 明显可以看到9 也可以这么玩 是吧 因为每次10除以呃 10除以9的余数都是1嘛 所以10乘以A1就是呃 10先对于9取个余数 就剩下了1 然后再乘以A1 所以9也可以这么玩 也是把每个数字之盒加起来 如果说整个这个东西是个9的倍数 那么原本的这个数 就是一个9的倍数 是3的倍数 谢谢大家